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倩哥 今天的视频是和大家来分享我的成间护肤 因为我出粉底液视频的话 大家对于我的皮肤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啊 大油皮,确定是大油皮了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希望我分享一下就是我的护肤 然后他们就是根据我使用的产品来参考一下用什么 那我今天就出那么一支视频了 从我早上起床,然后到出门啊 如果平常在家的话,我会用到的一些产品 然后我早上和晚上区别还蛮大的 如果你们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疯狂的弹幕AB收藏一条龙 首先会从头上面开始说,从头到脚 头上面我会用洗发水 然后是我最近在使用快用完的啊 是这个风花的洗发水 然后上次我有看那个弹幕上面 说有没有人来反馈一下这个风花的洗发水怎么样 我现在来给大家反馈一下 这款洗发水的话,个人而言非常喜欢 我记得价格好像是9块9吧 超级大罐,500毫升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我还挺喜欢的 我今天的衣服莫名的搭是吧 然后里面它价着有啤酒花和生姜 啤酒花的味道我没闻过 但是我没有闻到姜的味道 就是山上那种清新树木的味道吧 感觉更有一点柠檬或者是柑橘的味道在里面 这个味道是我喜欢的 我个人不太喜欢花香调的香水啊 洗发水什么的 因为我对香味的话可能比较挑剔吧 你们就把我当作一个十分难搞的人来看 我很喜欢 然后它是无贵油的 你刚买到的时候就和这个瓶子一样 从内而外都是透明的 我很喜欢 然后洗完以后呢 我用这个洗发水会有一定的打结 但不是很严重 因为我的发丝就是 你发店的小哥告诉我 好像是因为我就是烫多了染多了 所以发尾比较干燥 那我用这个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之前我和大家分享过的 炒安堂的那个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性照比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高了 老国货品牌 如果你们想入手的可以尝试一下 毕竟价格是十分的诱人贫养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是一款身体上面的用品 前段时间我把那个ZUI的那个磨砂套盒 给用完了 然后最近我在使用的是这个的 最近我使用的是迷之磨砂的 是这样 然后他家有给我寄到了两个套装 一个套装是21天 那第一个套装我已经用下来 还剩两片了 他都是把这个放在里面的 然后是什么样的味道 这个磨砂不是一般之前我用的那种柑橘味 这个是那种咖啡的味道 你每次用的时候你都会感觉你在喝咖啡 要被吵吵的感觉 就是一股咖啡味云造在你的身边 然后他这个磨砂打开一包给大家看啊 他不是厚的那个磨砂 就是不是有水的 是干的磨砂 然后你这一包给大家看啊 能看到吗 能看到吗 它是这样的 特别像我们这儿贵州有一种想吃 叫做唐远巴巴 然后有点 有点像里面的那个苏码 苏码 有点想苏码 有点像里面的那个苏码 啊聞起来你超级想吃 想把它干掉了 然后这个的话我 平常因为我洗澡 我是不用搓澡精的 就看你们个人习惯啊 我是不用搓澡精的 那我大概就是隔两天用一次这个磨砂 看你们使用量怎么样啊 我一次我是用一包 如果你用量比较少的话 你可以分成两次用 它这个科技不是很粗 是比较干的那种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种啊 里面有很多很多种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一袋我还没有打开 然后它家还有瓶装的 我觉得这种比较方便吧 你出门的话 你都是可以带着出门的 然后我会把它用在 胳膊肘这一块 因为我的胳膊肘这一块 特别特别干 特别特别容易起皮 还有膝盖有一段 然后它这个洗完呢 是有一点那种滑滑的感觉在上面的 看你个人对于滑 呃反应怎么样 那我个人的话 我对于滑还可以接受 然后上半身的话 我皮肤是比较油的 我下半身比较干 那我用磨砂以后 下半身以后 我就不再打沐浴露了 上半身 我不太喜欢这种油感 我会用沐浴露 把它清洗干净这样 对 然后最近我的沐浴露用完了 还没有来啊 沐浴露的部分 就不和大家分享了 沐浴露的话 等购物分享的时候 和大家分享 因为最近用完了 然后还在途中 我用到的洗面奶 洗面奶的话 我个人用的 就是什么说呢 某一支我使用频率 不会非常高 我会开到 十支左右的洗面奶 然后这是我的洗漱台 上面的洗面奶啊 就是会某一段时间 疯狂爱一支 然后某一段时间 又不怎么样 那这几天 我会比较喜欢用那个 日本的那个泥液的洗面奶 因为我觉得它泡沫比较丰富 洗起来比较爽 那我最近买到的那个 岳木之人的 还有人家送给我的 雅思南带 我都不太喜欢 尤其是雅思南带的那一款 我觉得它味道 像那种酒店 会所里面的味道 我不太喜欢 就是 他们会在那种 厕所里面 点那种香 反正我不太喜欢 这一类的味道 仅是味道我不喜欢 然后接下来是我 面部啊 我今天吹完头 我还没有护服 我们就来护服啊 其实说过了蛮酒 我已经擦过一层水了 我们再擦一遍 用的是寻慧精的这个乳慧水 然后它这个是有抠开的 然后我会把它倒在上面 然后呢 就做清洁水 把它擦 在脸上擦拭 所以我今天没有化妆 我就只投了一个口衡而已 然后以后 会用岳木之源的这个菌菇水 其实我 就护服品太多了 使用的频率不是很高 这个味道 也蛮熟悉的 有点像那种 带中草药成分的 化妆味的味道 有人觉得臭 我觉得还好 还在我接受 稍微累 因为这种比较 偏向树木的味道 我是能接受的 花香调 我不太能接受 然后我会把它 在里面上擦拭 我个人不喜欢 私敷 看你们习惯了 有些妹子喜欢 把这款水私敷 我平常很少 有把水果私敷的 除了那个 法国的珍贵水 我偶尔会私敷 就敷在我 这种大面积 都是粉刺的地方 敷完以后呢 我接下来就会用到一些 水啊乳啊什么的 我会用到的是 这款换肤水 这是之前和我合作的 那个大树下的 然后我会把它倒出来 这个水就用量还蛮省的 然后是换肤水的话 就会比较润 它不是爽肤水 接下来会用的是 自美的 窝流 换颜 早晚 金黄 油套装 然后它这个有分 日的和夜晚的 我一般就是白天用 晚上我不怎么用 然后所以晚上的这个 我都留着了 然后白天用的是 这种黄色的 晚上我会选择清爽一点 所以我就 大部分就白天用它 这是有一个盒子装 我把白天的拆开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这个长得 特别像那种一样 你觉得像吗 我觉得特别像药 是这样装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装的 特别像药 然后把它包开 就这样 这个的话需要你用剪刀 把它剪破 然后把它积出来 接下来呢 我会把这个油 挤在手巾上 它这个形状是 长得像那个小鲨鱼 感觉像个鱼一样 然后呢 把它抹在脸上 大家不要担心说 你油皮 你居然敢用油 实际上我是可以用油的 然后它这个抹在脸上 就特别柔润 你知道吗 如果我晚上用它的话 我会把它洗掉 白天的话我就不会 因为我用了它以后 我上粉底会更服贴 就慢慢慢慢的延展开来 我最近还是蛮喜欢用的 虽然是这个是 它家品牌给我寄的 但是我用在脸上 我觉得真的很舒服 就我脸上 不然你们用那种 隐形毛孔的妆前乳吧 就感觉像我 那种隐形毛孔的妆前乳 在脸上的那种感觉一样 我是很少用到精华油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因为像我这种油皮的话 特别甘心油 那这种触感的话 我是很喜欢的 喜欢 已经用完一版了 是白天了 晚上的我都没怎么用 然后它这个的话 报我的名字是有优惠的 优惠我就放在评论区 用到的乳液 乳液我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 依旧是倩碧的乳液 这是我回购的第几瓶 我也记不清的 就一年四季我都比较爱它 尤其是夏天 冬天的话我可能会再换一下 但是夏天的话 我一定最爱的就是这一款 那我一次用量大概是两磅左右 就看你们个人习惯了 然后我会把它点涂开来 我告诉你 那个油加上千变的这个黄油 涂在你它 你再上底妆 完美超级福天 这个 INISTER的防晒刷 真的超级喜欢它 它有分精管和银管的 一定要买银管的 银管的超级好用 大概 眼上的用量 是这么多 对就是这么多 然后大家用防晒 一定不能抠 不能抠 一定要用够量的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妹子 就是用产品的话会很省 但是我觉得 该省的不能省 尤其是防晒这一块 那我会抹到这个 然后把它均匀的铺开 这款防晒的质地特别 像乳液 但是呢 它也不是很油腻的那一种 算我能接受的 那种柔润度吧 不是干爽型的 不是清爽型的 之前我清爽型的 用到的是壁柔 看你们喜欢呢 清爽型我会用壁柔 头边抹到 脖子也是 因为我就是 肤色固均很严重 所以防晒的话 还是一定要抹够量的 抹完防晒以后呢 我会等防晒沉磨 沉磨完了以后呢 我会上 这个粉饼 最近我 比较爱用的是千丽吧 有一小多坑啊 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化妆的人 我建议你 就是上了防晒以后呢 再上一层粉饼就可以了 粉饼的话 你可以选择有那种防晒指数的 也可以选择美酒 就看你皮肤情况啊 像我的话 大部分时候 我还会上一点 这种带防晒指数的粉饼 就可以延长这个防晒的时间 但是也延长不了多少啊 主要是我的 就是你脸的色差 和身体的色差太大了 你皮肤瑕疵不是很多的话 我告诉你 基本上你上了粉饼以后 你脸上啥匙就没什么了 大家能看到吗 这一块 然后这边 我上了粉饼以后 就少很多了 所以 你啥匙不多的啊 天生逆智的人 上了防晒以后 涂粉饼 真的可以瞄很多人 我大学有一个同学 他皮肤特别好 他从来不涂粉底的 他就 上个防晒和粉饼 就很好看的 你看上了粉饼以后 你脸上那种红血丝那种啊 会消一些的 就是你脸上啥匙 这不是太多的话 我个人日常的话 不是建议大家使用粉底的 如果你的皮肤状态够好的话 你就用防晒加粉底就可以了 粉底的话就不建议用了 但是像我这种的话 我的录视频的话 我必须上粉底 因为我的脸上的瑕疵 实在是太太太太太太多了 日常出门的话 我偶尔会化 平常的话不会不会 平常大部分这种 就是初階必备啊 好啦 这一期 是 总是